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alloa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部分是 練功打寶的部分 那我們要介紹的地方是 古魯丁的骷髏區 這區域的怪物 等級是28等到 35等之間 然後如果你的角色等級也差不多在 這個區段 你就可以來這邊練 首先我們打開我們的 BS模擬器 再打開我們的 天堂M 加入我們的 天堂M 這邊會介紹幾個區域 就是 28等到35等之間的區域 主要是介紹 古魯丁的這邊 叫做遠古戰場 這邊 就是59 跟60 60這個部分 叫做 第二層殿 基本上這兩個 是同樣的一個區域 然後又要介紹這個 地圖 19 這個叫做 14地 所以我主要是介紹這三個地方 我們首先 先到 14地這邊來看一下 那這邊 主要的怪物就是有 有 弓箭手 還有這個 弓箭手 跟 10克8 啊 不是啊 18多啊 像這個 這個 扶手 這個就會噴那個 裝備箱 主要就是你新手時期 就會來這邊 打這個裝備箱 然後集中 也有這個 這個殭屍啊 這個殭屍 殭屍一般 這個小怪啊 沒怎麼保護 這邊的特色就是 弓箭手啊 扶手 跟 紫巴托 都會噴裝備箱子 然後集中啊 這個 紫巴托 這個部分啊 這蛇怪物 它會噴大量的金幣 它給的錢 就是比一般 的怪物來說 跟一般 怪物來比較的話 是 屬於 蠻多的 然後 你在這個點啊 你要注意 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點會出BOSS 就是 大家 定時就會 出現一隻BOSS 叫做死亡騎士 死騎會出在 這個區域 那如果 你在這邊 如果有出現BOSS 你就可以在頻道上面 在這邊 說這邊出BOSS 叫大家 快點把它 處理掉這樣 然後這邊 也是要注意啊 就是你在這邊 掛街物 掛太久啊 有可能角色會 跑去背的地方 所以你要 要 硬實的 查看你的角色 有沒有在 這個地區 掛著這樣 都沒有怪物啊 好 碰到你的任務 你那個 一般的任務也是會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接下來第二個點 遠古戰場 五之九 那我們傳過來五之九這邊 這邊也是有 這個呼羅弓箭手 跟呼羅弧手的部分 呼羅弓箭手還有十八多 然後他們也是都是 裝備箱的主要來源 這邊通常往左邊走 這怪會比較密集 這邊超多隻了 一隻 七百 我們用這個黃金蝶子 七百配金融值加成啊 每一隻大概有六千到七千的部分 這一區叫做 那我們再飛到 六十看看 六十就會有這個 十人妖精 這個有人沒有撿 趕快把它撿起來 六十這個區域啊 就是有大量的十人妖精 然後我十人妖精 會噴防卷啊 五卷啊 所以如果你要打防卷 你也可以來這邊打 然後 這一個區域啊 五九真六十 就是 會出現 BOSS啊 也會出現BOSS 那出現的BOSS 叫做 巴風特 巴風特 會出現在這一區啊 那巴風特跟死亡其次 這兩種BOSS級的怪物啊 出生的機率 出生的時間間隔是很長的 所以你可以 久掛在這邊沒關係啦 所以 這邊就是 大概是28等到35等 你可以 如果你沒有時間玩 你就可以掛 掛在這邊啦 這五九六十跟死九 這三個點 是差不多的 怪物等級是差不多的 好 這一次介紹就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全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 在影片下方點 下方點讚 多按讚 mostrar 對 如果 按讚 大家